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1月10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疫情的情况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美国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 刷新了它自己的历史记录 也就刷新了全世界的历史记录 因为美国在历次的每一波的疫情当中 美国都是最严重的 那就除了一波,除了印度的第二波 印度创了一个历史记录 单日的新增达到了60多万 那在第二波的时候,这60多万是印度的一个记录 那在上周一的时候,美国破了这个记录 达到了100多万 自从星期一突破了100万以后 这些天以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这四天都是在八九十万,接近100万的数字上 这两天,星期六和星期天它降下来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周末的时候它不检测 周末不仅不检测 甚至在死亡人数的统计方面也会滞后 就是说周末这两天 美国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各种的人数都不准确 尽管说它在星期一和星期五 其实也不准确 这里面美国报的数字只会比真实的数字少 不会比真实的数字多 当然谁也不会比真实的数字多 就是说它比真实数字要少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有一些州已经躺平了 他们已经不统计数字了 所以它这个数字呢 是打一定的折扣 打多大的一个折扣 因为他们不统计数字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多大的一个折扣 那美国现在的情况呢 有的专家呢就出来说了 美国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了 有的说呢还没有到拐点 将要到拐点了 有各种的说法 美国除了对自己有一些评论和判断以外呢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没少对中国造谣 一个谣言呢 前一段时间 前两天呢就说 中国不是要召开那个冬奥会了吗 说中国冬奥会的这个防疫呢 会令人担忧 然后呢 世卫组织就出来发言了 世卫组织说呢 中国对于冬奥会期间的这些防疫措施 是到位的 是有保证的 这是世卫组织 同时国际奥委会也出来说了 对中国冬奥会防疫的措施是满意的 认为中国的冬奥会的防疫没有问题 那这个国际奥会主席呢 又受到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抨击 说这个国际奥会主席呢 是给中国唱赞歌 帮着中国 反正呢 你要是说话哈 不是反中的 不是污蔑中国 然后就所有的都是舔中的 都是被中国收买了 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这就是西方媒体的一个逻辑 美国呢 而最近又造了一个谣言 造出来了一个呢 说中国隐瞒死亡人数 然后美国的媒体呢 各个媒体都跟风 有一些所谓的专家 也站出来跟风 说中国隐瞒 还和日本 韩国 新加坡啊 等等这些国家 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 全方位的对比 对比的结论呢 就是中国呀 在死亡人数上是作假的 好 关于这个问题呢 环球时报发了一个文章 就驳斥美国的关于中国隐瞒死亡论 这篇文章呢 因为事先他邀请了中国的几个专家 对这个问题呢 进行讨论和论证 所以这篇文章呢 还是非常到位的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这么说的 这是7号发的这篇文章啊 所以他的信息呢 是在7号之前 然后他说 美国在6日的时候 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呢 是61万多 新增的死亡病例呢 是1400多 当然 在经历过三天日增百万的疯狂一天之后 美国上下 对这样几十万级的日增 多少呢 已经有一些麻木了 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 五日的时候就坚称 他认为疫情没有失控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个奥密克隆逼得急眼了 最近这些天 多家美国的媒体集中火力聚焦中国 其中有所谓的中国死亡数据造假论 美国抗议赢得未来论 等等这些说法 真的是非常的荒腔走板 急不择时 环球时报就组织了 多位专家 来对美国媒体的这一波攻势 进行了一下讨论 比如说北京大学的教授 他叫张义武 他是认为说呢 奥密克隆 令疫情未来更加难测 在新的形势下呢 美国正在对中国的抗疫 发起新雨轮的舆论战 迫切的希望 在嘴上扳回疫情 同时呢 逼迫中国放弃清零政策 把中国去美国拉平 我认为呢 他们的目的啊 就是来逼着中国放弃这个清零政策 等着你这个清零政策 一放弃之后 然后呢 他们就会发起下一轮的攻击 我呢 有一个担心 就是反华势力 咱们不说是谁 他们就有一个阴谋 你中国一旦放弃这个清零政策 你麻痹了 对不对 你与病毒共存了 躺平了 那他就给你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病毒 这个病毒呢 它的危害性 会比前面的病毒都要非常的严厉 严厉很多 到那时候就让中国一下瘫痪 好 我们呢 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专家说呢 在急养的情况下 美国媒体近日搞了不少的骚操作 比如说福布斯杂志 最近刊登了一个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搞无线电发明的一个技术人员的文章 一个搞无线电发明的一个技术人员 竟然写一篇文章 关于新冠疫情的 他主要就是质疑中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据的真实性 那福布斯呢 还郑重其事了 将这个跟医学八杆子打不到一块人的 这个文章呢 分成二日和六日分两期来发表 那这个无线电发明家 他是如何来指控中国造假呢 为什么他认为他文章里面如何论证呢 他就说了 他说第一 日本新加坡韩国跟中国的抗疫一样成功 但是呢 死亡率比中国高很多倍 而中国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并不比上述的三个国家好 所以呢 中国隐瞒了 肯定是隐瞒了 否则的话呢 不合逻辑 好 第二个理由呢 说是中国超过半数的人口呢 生活在农村 那农村抗疫的条件呢 很差 死亡人数呢 只会更高 所以呢 中国隐瞒了 中国要没隐瞒的话呢 不合乎逻辑 第三呢 是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 他们都是岛国 陆地的边界很少 而中国呢 是全世界陆地的边界最长的国家 大多数的邻国的疫情呢 都还相当的严重 说中国 唯独中国 独善其身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怎么可能呢 中国如果是没有隐瞒的话 鬼才相信呢 这是他的第三个理由 好 这个福布斯呢 得到了这篇文章 是如获至宝啊 认为呢 这个逻辑性是非常强的 那环球时报 这篇文章就说呢 环球时报 他们咨询了多位传染病防治专家 都对这一篇文章表示出了 实在是不屑一搏的态度 有专家就表示说 这篇文章的作者呀 就完全不了解中国 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的 疫情防控的情况 新加坡在去年十月 就宣布了放弃清零的政策 选择躺平了 两个月内 新增的病例就达到了九万 而中国自从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确诊的病例不过十三万啊 日韩此前也都有过确诊的高峰期 而中国自从古汉疫情得到控制以来 过去几轮都只在几个局部地区 出现过疫情的反弹 从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传播 几个国家确诊病例的基数 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专家还说 新冠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呢 是感染者激增造成的医疗资源挤兑 这在此次疫情过程中 几乎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韩国、日本、新加坡 与中国的国土面积 医疗资源差异非常大 中国又完全没有发生过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传播 且一直对疫情防控保持高压的一个态势 自从武汉以后 从未出现过医疗机构挤兑的情况 即便在零星几个地区反弹 也可以通过全国性的调拨 来解决本地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 疫情应对和临床救治都是比较从容的 因此病死率大大降低 这就解释了呢 中国确确实实 有一些地区医疗条件不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农村地区呢更是不如 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全国范围 大范围的跟印度那种大范围的爆发呀 所以说呢 你零星地区出现了 我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 别说还没到当地解决不了的 就是当地如果解决不了 我完全可以掉拨呀 完全可以掉拨其他地方的人员 或者是呢 把这个病号安排到其他的地方 完全没有出现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 更没有挤兑的情况 跟其他的国家完全不同 那专家还说 自从武汉以后呢 中国的疫情防控的主要压力在于外防输入 几次疫情反弹也都集中于枢纽型的城市 广大农村地区不是疫情中心 而且农村地区的防控措施 在基层政府的努力下都也做得不错 即便发生有感染者 也不是在当地治疗 而是转移到城市集中隔离治疗 所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农村地区相对落后 所以死亡率就得高的这种情况 这个逻辑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所谓的无线电专家 他完全不懂 再就是呢 如果说经济发展程度就等于低死亡率 你经济发达等于低死亡率的话 美国的情况不就是严重打脸吗 是不是 脸被打得最疼的 难道不就是美国自己吗 这个医疗专家王立祥也表示说呢 死亡率不能跟国家的经济条件 自然条件挂钩 本来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美国的这个例子呢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反面教材 对吧 这个王立祥说呢 病毒既不认国家也不认人 还是要看各国的防疫政策和态度 这样不专业的一个文章 原本不应该出现在福布斯这样的专业媒体上 但他就这样汇入了美国媒体这一轮 对华抗议舆论战当中 也让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如火之宝 而CNN的清零政策下中国的悲惨故事 纽约时报的中美两个平行事件 都从不同的角度延续着这一个叙事 而我们通过这些文章 在外交媒体上的后续传播来看呢 许多都指向一个方向 就指向要抵制中国的冬奥会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那王立祥就认为呢 在奥密克戎导致的更高传染几率之下 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是羡慕基督看 他们一定要在数据上来找回面子 一定要捏造一些数据出来 以前这些人呢是甩锅 现在发现甩不了了 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他们会进入甩数的阶段 而事实上呢 美国的媒体怀疑中国的这一部分呢 恰恰正式在美国上演 据媒体报道呢 受到病例激增的影响 许多的美国医院已经不堪重负了 各大医院面临着严重的人寿短圈 许多的医护人员被感染 犹他州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就说 该校已经有数百名的员工被感染或者隔离 我前两天还跟大家说了 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呢 就抨击那些不打疫苗的 连吓唬再威胁 别带哀求那些不打疫苗的人员 跟他们讲呢 前线的这些医疗人员呢 是非常生气 为什么非常的生气呢 是因为你们不打疫苗 你们感染了以后 又到医院去占这个医疗资源 使得医院的医疗资源崩溃 这都说明呢 加拿大的医疗资源呢 已经是崩溃了 美国的医疗资源也是一样的被挤兑 那美国的CNN还报道说呢 许多儿童也被感染新冠病毒住院 美国的疾控中心数据就显示了 上周平均每天就有672名儿童 因为感染的新冠病毒住院治疗 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就说 该州的儿童感染住院的数据 自上月初以来增长了三倍 拜登在稍早的时候也承认呢 他就说联邦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各个州呢 得靠自己来抗议 因此 这个川普还出来抨击他们 说你在竞选的时候 你的镜头哪去了 现在看来 你甩锅 跟联邦无关了 是各个州自己的事了 那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呢 最近呢也发文说呀 就对美国呢是弄其不争 觉得说美国就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 大西洋月刊的这个文章就说呢 美国人总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2020年的2月份的时候 美国人认为 新冠病毒比爱博拉要轻多了 也就是个流感或大号流感 这就是川普当时的著名的论调 对不对 那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呢 美国人又认为奥密克戎 比Delta呢 又轻得很多 就是呢 他老是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盲目的观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还说呢 美国人总是不考虑 社会弱势群体 虽然白宫总是说自己 知道如何保护人民 但是老人呢 工薪阶层啊 总是被置于风险当中 无论是特朗普 还是拜登 都把能拯救生命的疫苗 留给享受特权的美国人 而把最脆弱的群体留下来 去维持经济运行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还说呢 美国人什么特点呢 就是疫情稍微稍微 有一点好转的迹象 美国人就开始放松警惕了 而不是为未来做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是在犯相同的错误 这个环球时报就是说呢 除了说大西洋月刊的这一份文章 还有所反思以外 其他的媒体 什么CNN啊 纽约时报啊 什么NBC啊 你几乎都找不到这种 细致的 深入的 来分析 来反思的 这一些文章 反而呢 总是一天到晚呢 在那帮着政府甩锅 在那攻击中国 环球时报就说呢 甚至还有英国的媒体 也跟着捧臭脚 比如说英国的经济学人 这个媒体就出来了 说美国的疫情呢 即将会迎来拐点 他还列出了六个没事 第一呢 说奥米克戎的威力啊 没有Delta强 所以没事 第二呢 是很多美国人都打了疫苗 得过新冠了 所以没事 第三呢 是英国那边的病例呢 让我们知道 得了奥米克戎的很多患者 不用去医院照看 所以没事 第四呢 他们的研究表明 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70% 所以没事 第五是 他们把隔离管控的时间缩短了 所以呢 尽早恢复工作 所以没事 第六呢 就是奥米克戎 对打了疫苗的人 影响非常小 所以没事 另外呢 说是医护工作者呢 已经开始重视社会层面的福祉 而不是个体死活了 所以呢 马上要到拐点啊 所以环球时报就是说呢 经济学人这个捧臭脚的文章啊 他不是说遇见了美国的拐点 这纯粹就是给美国卖拐 卖拐什么意思 咱们中国人都知道 对吧 就是忽悠啊 就是忽悠这个美国啊 好 当这些媒体呢 跟着捧美国的臭脚 来污蔑中国的时候呢 现在印度呢 新的一波就来了 前两天呢 我还说 人家印度 人家就是不检测呀 那当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呢 有很多人 有了症状了 他也不得不检测呀 那我们就看到呢 印度今天又报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印度当地时间10号的单日确诊的病例呢 又达到了将近18万呢 179723 那这段时间以来呢 我就看了一下印度 印度呢 基本上在进入2022年之前都还好 长期以来呢 每一天的确诊病率呢 都是在五六千上下 五六千上下 但是呢 他进入了一月份以后呢 他就有 一万多 两万多 三万多 五万多 九万多 十四万多 一下子 到了今天 将近18万 他的那个曲线呢 是直线上升的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呢 印度有可能 再次的刷新记录 那上一次 他已经刷新了一个记录 达到了全世界 单日六十多万 被美国的一百多万 给刷新了 那这一次 印度很有可能 再次刷新记录 看他 会不会刷新到两百万呢 谁知道啊 这个奥密克戎呢 确确实实是非常严重的 很多国家现在呢 都缩短了这个隔离的 时间呀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奥密克戎很快就进入社区感染 中国呢 虽然说这个隔离的时间还是那么长 非常的注重这个输入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中国国内好几个地方 也爆发了这个奥密克戎 现在中国的疫情呢 确确实实 又比较严重起来了 虽然说 单日确诊呢 比其他的国家要少很多很多 如果按比例来说呢 更是少很多很多 但是 但是 它毕竟是进入了社区感染啊 但是中国呢 现在就采取措施 我看到呢 是非常重视的 中国还是不想放弃 清零的这个政策 还是坚持这个清零 我今天呢 我看到有网友跟我反应 现在有好多地方的政府呢 已经下发了通知了 准备在春节期间 就备战这个奥密克戎 春节期间 大家走亲戚的 亲友聚会的 现在呢 要受到限制了 这个年 看来呢 大家聚会方面 就不会那么畅快了 今天我还看到呢 中国已经是把 美国的那些航班 全部都熔断了 这段时间以来呢 美国的这些航班 到中国的 是全军覆没 什么叫全军覆没呢 就是呢 连续两周 同航班 输入病例超过十例了 就是所有的航班 连续两周 全都超过了十例 所以呢 美国的所有的航班 立刻全部都停飞 停飞八周 所以呢 现在可能 从美国回国的朋友们 可能就不方便了 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 现在非常时间 嘚瑟什么呀 回国干嘛呀 老实待着吧 可能呢 这里面有些人 可能还是必要的吧 我也比较建议 非常时机 在家里老实待着吧 比如说我本人 我就想回国呀 但是呢 因为这个非常时期 我就取消这样的计划 我就连在加拿大的境内 我都不走动了 就在这一个地儿待着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热门的一个事件 就是呢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共是五天的时间呀 这一个礼拜就五个工作日 但是这个五天的时间 海湾地区的海河会呢 组团到中国来访问 海河会呢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海河会是什么的简称呢 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呢 它是一共有六个国家 包括海湾地区的龙头老大沙特 包括科威特 包括阿联酋 包括阿曼 包括巴林 还包括卡拉尔 这六个国家 那大家呢 可能会觉得奇怪 海湾地区影响力 最大的一个国家 是伊朗 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 叫伊拉克 这两个国家 怎么没在里头呢 伊朗呢 它并不是阿拉伯国家 它虽然在中东 但是并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伊拉克虽然说是阿拉伯国家 但是呢 当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 就是海河会成立的时候 那会儿还有萨达姆 萨达姆当时 他的野心是非常大 让这个海湾其他的国家呢 有点害怕 所以当时呢 这个海河会里面 就没有伊拉克 那在今天 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出现了一个高频词啊 这个高频词呢 就是海河会这三个字 我给他算了一下呢 一共出现了17次 这个概率呢 是非常高的 被三大媒体集中发问 而且呢 被汪文斌呢 三次集中回应 所以这件事呢 对于世界来说 是至为关键的一件事 一个是海河会 组团来访 另外呢 就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伊朗的外长也来访 再又是呢 这个时间点呀 让人引起来联想 就是哈萨克斯坦 刚刚平定了一个颜色革命 那海河会的这一次来访 和哈萨克斯坦有没有关系 和伊朗有没有关系 人们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你比如说呢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第一个发问的呢 就是法新社的记者 法新社的记者呢 他一共是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有关斯里兰卡 最近提出来了一个 债务减免请求的这事 这事呢 也蛮重大的 但是我这个视频呢 不跟大家讨论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 他就问了 说能否介绍一下 海河会国家外长访华 有何情况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外长本周也将访华 此访或与伊核谈判有关 你能否确认一下 好 这第一个记者提问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汪文斌 关于海河会的这一块 他是如何回答的 他说呀 关于海河会有关国家外长 和海河会秘书长访华事宜 我们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邀请 沙特外交大臣 科威特外交大臣兼内阁事务国务大臣 阿曼外交大臣 巴林外交大臣 还有海河会的秘书长 和海河会国家外长和海河会秘书长同期访华 有何考虑 然后汪文斌就说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同中国传统友谊深厚 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 当前中国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海河会国家也在积极的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中国同海河会国家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相信这次海河会国家外长和海河会秘书长访华 将进一步的深化中国同海河会国家的关系 促进中海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更好的造福中国和海河会的国家人民 好这是这个中国日报的提问 那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大报 就是中东的一个媒体叫半岛电视台 这个非常著名了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媒体吧 然后这个媒体呢 记者提问说 还是关于海河会国家外长访华的问题 你能不能进一步的介绍会谈的地点 内容等相关情况 此访是否与伊核问题或能源有关 我们知道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国 考虑到哈当前的局势 双方外长会谈是否会提到这些问题 然后汪文斌就说了 首先感谢你对海河会国家外长访华的关注 我刚才介绍了中方有关的情况 愿意稍做一点补充 中国同海河会关系历经40年的发展 日增成熟稳健 我们同海河会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深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并取得累累的硕果 双方就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方愿意同海河会各方携手努力 共同发展 推动双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我们会适时的发布此访的消息 请你保持密切的关注 那这就是在中国的今天的记者会上 这三个记者的提问 以及汪文斌的回应 那我就注意到 现在媒体对海河会访华的这件事情 是格外的关注 有的就认为说 这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禁令 现在哈萨克斯坦呢 发生了这样的 史无前例的 这么大规模的 烈度这么高的一个颜色革命 或者叫暴乱 因为中国呢 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能源输出国呀 是它的第一大能源输出国 我们是禁令嘛 中国又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能源需求国 所以呢 中国就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一大的能源输出国 那既然现在哈萨克斯坦呢 发生了这样的暴乱 在这个时候 海河会来访问 就引起来了一些人们的猜想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想呢 中国官方也有可能是 有意来解除人们的一些个疑问 解除人们的顾虑 解除人们的一些不正确的解读 那我就看到今天呢 在中国就有关键质库的专家出来 专门就这个问题做出一些长篇的解读 很显然呢 希望用这样的专家的解读能够给他定调 那我现在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专家是如何解读的 至于中国的这个观察者网报道 观察者网呢发布了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呢就是中方担心能源安全才邀请海河会四国外长集中返华嘛 这很显然呢是来适宜的 对吧 内容呢是说海河会六国中就有四国外长将集中返华 近日海河会的秘书长及成员国外长将集中返华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香港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10日的时候报道注意到 这些海湾产油国外长访华的时间 恰逢哈萨克斯坦爆发危机之际 可能与中国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有关 而从海湾国家的角度来看 他们或许还有扩大中国市场 平衡中国与伊朗关系的考虑 但是呢对于本次的访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教授 他是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 中国中东学会的副会长刘忠明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对观察者网表示说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一点 海河会国家此次访华属于双方的正常的外交互动 与哈萨克斯坦局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将此访与中医关系联系起来呢 也不能正确反映中方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 不过刘忠敏也强调说呢 海河会与中国互动的背后 蕴含着中美国益 自身经济转型等多种因素 相较于美国单纯的政治施压 对华合作能在经济等领域 给海河会国家带来更多的长远的利益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南华早报呢是一个英文的报纸 它还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尤其是南华早报今天专门对这件事情呢 做了一个报道 南华早报除了介绍了一下什么是海河会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另外呢中国邀请了哪些国家这次来访 谁会来访 然后呢另外南华早报就说呢 说在这场为期五天的访问中 能源问题预计将是主要的议题 尽管此次访问的进一步的细节尚未披露 但是预计双方将在全球能源供应 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寻求共识 文章援引了专家的话称 哈萨克斯坦近期发生的骚乱 令中国担心其西线能源安全 中国希望与海河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以保障供应链的稳定 这个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呢 说的还是振振有词啊 振振有词 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似的 分析的是思思入扣 那南华早报呢同样的还渲染了 哈萨克斯坦动乱的对中国能源安全 无问题呢构成了威胁 他这篇文章还说呢 南华早报说啊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石油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国 在哈萨克斯坦的境内呢也有巨额的投资 比如世界最大的油田卡沙甘的股份 建有油气管道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和通道 连接了中国和欧洲 被外界誉为中国全球梦的起点 但是刘忠敏呢并不同意南华早报 这个文章里的这个意见 他就说呢中方邀请海河会国家访华 与哈萨克斯坦呢几乎没有关系的 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进程是非常的快 从骚乱爆发到如今局势逐步的稳定 整个过程只是几天的时间 而这次访华的安排呢 早在这个暴乱发生之前都已经敲定了 所以说呢把哈萨克斯坦的局势 和这次海河会的访华联系起来呢 就有一点牵强 那针对这一次海河会访华所引发的这些猜测呢 刘忠敏就强调说 海河会国家此次访华 首先是双方的一个正常的外交互动 可以视作是对中国外长王毅的一个回访 因为是2021年3月下旬的时候呢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经对中东六国进行了访问 大家还记得吗 这六国呢就包括沙特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酋 阿曼和巴林 这六个国家 那王毅的那次访问呢 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一个历史性的 是中国和中东 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呢 又卖了一个新的台阶 刘忠敏说 将海湾四国访华与伊朗结合起来呢 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解读 把事情复杂化了 无法正确反映中国的外交政策 尽管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存在着矛盾 但是从中国和海湾国家交往的历史 可以看到中国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并没有受到这些国家彼此矛盾的影响 中国始终平衡发展与各方的关系 而从阿拉伯国家的角度来说呢 除了民间少量的负面解读以外 政府层面和社会主流的舆论 都没有对中国和伊朗的合作 发出消极的信息 刘忠敏说 本次访问将会进一步的推进 中国与海河会国家将在自博区建设 能源投资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力度 这一点受到了中美博弈 海湾国家自身经济转型 及对华合作升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那刘忠敏说的这个呢 就是说呀 有的人就是说 中国因为和伊朗签订了一个25年的那个合同 完了以后呢 这个海河会国家呢 就坐不住了 就意识到这个威胁啊 想在和中国关系这个问题上呢 和伊朗进行一下博弈 那刘忠敏说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和伊朗之间所签订的25年的这个合作项目和合作协议呢 并没有在中东地区形成负面的一个效应或者影响 所谓的负面呢 就是说让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或者说海河会国家 形成了一种压力 感觉到压力 感觉到威胁 这样负面的作用呢 刘忠敏说完全是没有的 那中国呢是注重和中东地区每一个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并不会在这里面造成任何的国家之间的这个对立和矛盾 因为呢中东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地区 国家之间的因为种族的原因 因为宗教的原因 矛盾呢是历史非常长 然后呢矛盾非常深 有的时候呢这个仇恨呢也是无解的 所以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地区 和每一个国家要想搞好关系呢 其实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说呢 这次海河会访华 然后伊朗也来访华 然后像刘忠敏这样的专家呢 就出来苦口婆心的三分五次的来解释 说这些事情之间呢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不想让中东的这些国家这些方面之间 让他们之间有这种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印象 因为呢美国以及西方 他们都在挑事 他们巴不得他们之间因为中国而产生冲突 以及裂痕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就对中国就是一个破坏 中国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的 所以呢刘忠敏这样的专家呢 就出来解释这些东西 而事实上呢 他们之间应该是会有一定的竞争了 但是竞争这个东西呢可以是良性的 你要把对方呢作为竞争对手 而不能作为敌人 这是为什么中国老是三番五次的跟美国说 你什么事都跟中国进行竞赛 把中国作为敌手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你可以有竞赛 但是不能把对方作为敌手 作为敌手就是很危险的 作为对手应该可以 然后呢这个刘忠敏接着就说了 刘忠敏说 首先在中美两国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 美国正在将中东视作双方博弈的新平台 从前美国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影响中东地区 但中国对该地区安全经济的影响今非昔比 比如在5G建设能源投资领域 中国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 另一方面呢 美国近年来整体呈现出来了战略收缩的态势 从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撤军 将主要的力量向印太地区转移 但出于对中国填补美国地区权力真空的担忧 美国加大了对中东国家的政治施压 要求限制对华合作 比如1月3日就有以媒体爆料称 以色列已经告知美国若与中国达成重要的交易 将会知会华盛顿 一旦美国提出反对 他们将重新审查这些交易 但在政治施压的同时 美国在经济上能提供给这些国家的帮助呢 实在是非常有限 一些海湾国家呢 也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这些形式 尽管他们面临着美国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 但也会避免在中美间站队 试图保持平衡 刘忠敏还说呢 实际上呢 用能源供应多元化来界定海湾和中东 在中国能源供应中地位并不完全准确 他说中国有约一半左右的石油进口 来自于中东 尤其是海湾地区 海湾能源供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从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来看 中国市场对于海湾的重要性更加的突出 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呢 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 能源需求有限 他们正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亚太地区 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 经济稳中有升 因此加强对华合作不仅能稳定传统的 化石能源市场 更有助于双方进一步的深化合作 如今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能源买卖关系 中国对当地投资已经升级到了全产业链 涉及到勘探 开采 炼制等各个环节 无论从何种程度上来说 海湾国家选择加强对华合作都是一个多用的局面 这就是刘忠民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他的这些看法 我认为呢他的看法这是最权威的看法了 对不对 相对于他来说呢 我和他之间简直用一个词形容呢 就是信息不对称的 信息不对称 他是中国的最大的智库的最高的专家 所以呢 对于他以上所提出来的这些个看法呢 我只能把它认为是权威性 而没有任何否定或批评的看法 最近呢世界局势有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变数 但是呢也看出来了很多的趋势 这个趋势呢我们就知道 就是苏联在解体的时候 有很多的国家呢 当时就是心向欧洲 那会儿呢他们是舔欧的 那从苏联分裂出来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都希望加入欧盟 那这些年以来呢 也如他们所愿 越来越多的国家呢 就加入了欧盟 加入了北约 现在呢心心念念的想加入北约 想加入欧盟 但是呢困难重重的就是这个乌克兰 但是我们如果纵观这些苏联解体以后 加入欧盟的这些国家 他们好了吗 他们比以前好了吗 现在哭着喊着要加入欧盟的这个乌克兰 他现在呢有以前在苏联的时候呢 是一个军事强国 是一个工业强国 是一个富国 现在他成了什么了 他成了一个穷国了 成了一个随便别人捏骨的一个国家 他现在哭着喊着要加入欧盟 要加入北约 如果加入了他就能好得了吗 他也照样好不了 但是呢反观一直被欧盟被美国所排斥的这个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强国 仍然是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强国 仍然是呢他的意见 他的行为被世界所看重 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一个强国 这一次哈萨克斯坦颜色革命这个事件 在俄罗斯的主导之下 三下五除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给他粉碎了 这更加让世界 包括现在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的敬佩之心 对不对 我们更别提呢 现在哈萨克斯坦 他们一定是倾向于俄罗斯的 绝对不会倾向美国 而且呢我相信永远都不会倾向美国了 除非是美国再搞一次颜色革命 而且成功 扶持甜美的那一派上台 否则的话 哈萨克斯坦会是走进俄罗斯 而远离美国 中亚的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 那东欧的其他的那些国家呢 现在他们也应该能够看到白俄罗斯的状况 白俄罗斯现在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 影响力比其他的国家要大得多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因为立陶宛这一次单挑中国 遇到的这种困境 在美国帮助他来解决困境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东欧的国家就算是加入了欧盟 就算是加入了北约 但是呢 他们的心并不和西欧往一处想 他们的劲儿并不和美国往一处使 是不是 我们很能明确的看出来这一点 那么最近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 有一个感觉 就是俄罗斯会不会收拾旧山河 再一次恢复苏联呢 再一次把从前苏联的这些国家团结到一起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反正是最近这样的一个想法 一直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面 但是呢 我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我特别高兴 我呢和这个布林肯想到一块去了 布林肯昨天在接受CNN的采访的时候呢 就被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问他说呢 你是否同意前美国国防部长 叫莱昂·帕内塔的说法 这个帕内塔呢 此前曾经询称俄罗斯总统普京 意图要重建苏联 我不知道这是他什么时候说的 他的这种说法呢 我没有看到过 可见呢 他和我是想到一块去了 那布林肯在CNN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布林肯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认为那个说法是对的 我认为那是普京总统的目标之一 也就是对以前属于苏联的国家 重新施加影响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说俄罗斯有这样的意图的话 这个意图是美国不可接受的 因为这种势力范围的影响 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因素 是导致冲突的因素 是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 这是布林肯的一个回复 美国当然是这么想了 如果说普京重新把前苏联的国家 再次的团结起来 怎么就是世界不稳定的因素了 怎么就导致冲突了 导致跟谁的冲突啊 会导致跟美国的冲突 这是真的 会被欧洲所不容许 这是真的 但是欧洲美国凭什么 要干涉这些国家 对于主权的一个选择呢 凭什么 现在乌克兰的危机 美国就指责这个俄罗斯 说俄罗斯呢 在乌克兰的边境呢 沉冰十万 时刻都威胁着 要来侵略乌克兰 但是呢 这一点也被俄罗斯所否定 俄罗斯说呢 我们这十万大兵 陈兵在那里呢 并不是要侵略乌克兰 我们只是在进行军事演习而已 同样的乌克兰呢 也在他的边境 在他的乌东地区 顿巴斯地区 也集结了重兵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乌克兰东部地区 他们那个地区 说俄语的那部分地区呢 他们要求独立 美国 欧洲 现在就主张 这些要求独立呢 都是不正当的 这是严重的一个双标 新疆的独立势力 西藏的独立势力 香港的独立势力 更别提那些台图分子 这都是美国所支持的 当轮到这个顿巴斯地区的时候呢 他们要独立就不行了 包括之前的克里米亚 之前的克里米亚地区 要独立呢 很长时间了 都被美国所不容 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 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然后就独立了 一直到现在 美国以及西方 还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其实克里米亚地区 它和中国的台湾呢 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实挺相似的 克里米亚 原来在苏联的时期 苏联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联邦制呢 就是联邦 就是联合的邦 一个一个独立的政体 联合起来 叫联邦 当时呢 俄罗斯是苏联的一个邦 对吧 然后呢 那个乌克兰也是一个 大概在1955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 赫罗晓夫 他说是因为管理上的问题 就把这克里米亚 就划归乌克兰来进行管理 请注意 之前都是人家俄罗斯的 然后呢 就由乌克兰来管理 这纯粹就是一个国家的 这种内政 对吧 比如说呢 没准以前是江苏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可能因为 这个管理方便的问题 中国就说 哎 这块地方就划归为浙江吧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当苏联解体的时候 大家都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时候 按说应该把那个克里米亚 给人家归还给这个俄罗斯 但是呢 那时候 哪里有说话算数的人啊 一片混乱吗 那这个克里米亚呢 就随着乌克兰就分出去了 当时克里米亚 他们就是不干的 克里米亚这个岛上 这些人 他们都是俄罗斯人 他们也说俄罗斯语 长期都是俄罗斯的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要求归俄罗斯 但是乌克兰当然是不干的了 那91年的时候呢 乌克兰就独立了 92年的时候呢 这克里米亚他自己就说 我们独立 那乌克兰没有办法就让他成为了一个高度自治的这么一个内部国 他就叫克里米亚国 共和国 就是这种情况 那2013年底的时候呢 乌克兰就发生了这个颜色革命 对不对 当时他们的总统呢 是亲俄罗斯的 在美国的这个NGO的鼓动之下 然后就搞这颜色革命 非得说 他是通俄 然后呢 就要把他推下台 搞那个颜色革命 美国的议员 后来竞选总统的张默均 都亲自到乌克兰的那个广场 去鼓动 你说你美国 对不对 干涉人家别国的内政 去鼓动 后来乌克兰的那个总统就跑到了俄罗斯去了 那个总统就没有哈萨克斯坦 现在那个总统厉害 如果他有哈萨克斯坦 这个总统这两下子的话呢 乌克兰他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好 那个总统就不行 然后他自己就跑了 跑到俄罗斯去了 然后美国就扶植了 他们的代理人上台 那在他们这个颜色革命的过程当中 也表现出来了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他们之间的冲突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非常对立 他们还排斥这个俄罗斯人 打俄罗斯人 还要到克里米亚去搞事 那在这个时候呢 普京就问他们的这个智囊团 问他们说呢 就是这个克里米亚呀 有多少人他们想独立 他们真的想独立吗 他们真的想回到俄罗斯吗 然后那些人就说是真的 他们那里面呀 可能有75%的人 都想脱离乌克兰 回到俄罗斯 如果说俄罗斯表态说 我愿意接受 然后这里面呢 可能得有90%以上的人 都想回归俄罗斯 后来呢 普京就说 那让他们就搞一个 这种全民公爵吧 然后他们就搞了这个全民公爵 全民公爵的结果 90%以上的人 都说要回归俄罗斯 那你在这种的情况下 普京就派军队 进入到了这个克里米亚 因为人心所向嘛 他进去一点阻力都没有 但是乌克兰不干呀 你好无事呢 你把我的国土 给我分裂出去了 这哪行啊 更何况当时呢 因为美国扶植的嘛 美国刚刚扶植的一个政府嘛 美国欧洲都支持他嘛 然后呢 就出兵 结果呢 一出兵 然后这军队呢 很多的军队就倒戈 这样就使得克里米亚 很顺利的就回归了俄罗斯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说看起来是 两个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而实际上呢 这就是以前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个问题没解决好 也可以说是一个内政 就好像是 想当年 共产党国民党 对吧 就没有解决好啊 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好 蒋介石就跑到台湾 跟那儿占据 他还心心念念着 要反攻大陆 要统一呢 对不对 大陆呢 心心念念的 要把台湾也要统一 就是两边都有 合二为一的这种愿望 都有 美国你凭什么 要插入进来呀 对不对 美国总是到世界上 就觉得好像说 他是世界的大家长似的 其实要是没有你的参与的话呢 有一些冲突呢 能解决 以不同的方式 都能够解决 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呢 他们就比较偏向于喜欢用武力 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呢 我就用武力 但是呢 我认为俄罗斯呢 他有时候也挺奖励的 在这个克里米亚这件事上 我认为普京还是挺奖励的 普京就说 你就让他们搞这个全民公爵 如果全民公爵同意了 然后呢 我们就帮助他来回归 如果全民公爵不通过的话 那就算了 我觉得他这个呢 其实挺讲理的 你如果说这个全民公爵 不让他这个克里米亚局部进行全民公爵 让全俄罗斯进行全民公爵 我认为都说得过去 因为你这块国土 是整个俄罗斯的国土啊 并不是说克里米亚这一小部分的呀 对不对 并不是说现在克里米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现在全民公爵说我想跟着谁 不是 并不是 而是呢 他原本就是俄罗斯一部分 就拿中国这个就是一样的 台湾他原本就是中国的 蒋介石为什么能跑到台湾 就是因为他是中国的嘛 他才会去那啊 他怎么没去夏威夷啊 对不对 因为夏威夷不是中国的嘛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 现在呢就出现了 这个顿巴斯地区 他也是这个俄罗斯人 他们也想从乌克兰独立出去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想回归到俄罗斯 说到这儿呢 其实川普在台的时候还闹一笑话 对吧 那个川普去参加是G7峰会啊 还是G20峰会的时候 就说到关于这个克里米亚 到底是应该属于谁这事 川普曾经就说嘛 说那克里米亚都是说俄罗斯语的呀 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啊 他当然是应该是属于俄罗斯了 川普说了这个话以后呢 语惊四色 大家都惊了 啊 这样啊 往往这政治素人呢 能够说出来一些比较讲理的话 那些政治大佬们 他们考虑的问题 并不是事实 并不是公正 而是利益 美国要考虑的利益呢 就是在全世界 谁听我的话 谁不听我的话 我能控制谁 我不能控制谁 现在乌克兰的这件事情呢 美国就觉得说呢 他是救世主人的 前两天的时候呢 拜登和普京又再一次的通话 他们两个第一次 搞那个见面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鸡同鸭讲了 然后非得搞第二次通话 这次通话呢 就更加是鸡同鸭讲 完了以后呢 又继续进行接触 然后进行谈判 那么今天在日内瓦 美国的副国务卿 希尔曼和俄罗斯的副外长 他们两个见面 我看到美国的报道啊 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的这个题目就说的是 这次的谈判是鸡同鸭讲 他的题目说是 美俄近日举行化解乌克兰危机会谈 双方鸡同鸭讲 立场相差甚远 他们两家不可能达成一致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上个月的时候呢 这个普京搞的那个记者会 500多记者的那个记者会 普京在那记者会上 他就说一句实话 就说呢 和美国之间 如果说要达成一个协议 还别说这协议很难达成 就是要达成协议 你和美国达成任何的协议 其实都不管用 因为美国他牛脸 要不他就不遵守 要不他就说撕毁就撕毁 美国现在是一个非常没有信誉的国家 所以你谋求和美国来达成协议 真的就是一个徒劳 就是一个徒劳 就是做无用功 没用 更何况现在你跟他谈的时候呢 根本就是鸡同鸭讲 相差太大了 没用 现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呢 和克里米亚 它不是一回事 它不是一回事 顿巴斯地区呢 虽然说他也说俄罗斯语 但是呢 从历史上 他就是属于乌克兰的 跟克里米亚不一样 就好像是说呢 新加坡也是说中国话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能说新加坡 我们要给他拿过来 不行 新加坡不是我们的 台湾是我们的 台湾是我们的 不因为台湾说中国话 是因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 新加坡说中国话 我们也不能要回来 因为他历来的不是我们的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得讲理 美国的问题就是不讲理 按说你要是不讲理的话呢 我就给你使用 你听得懂的语言 但是呢 这听得懂的语言 现在美国还比较强大 对吧 你还是没有办法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说一下 美国呢 它是一个大老虎 前两天呢 我说美国是一个大老虎 中国是一二老虎 我昨天说了 用一个什么词 我说美国美矿欲下吧 反正类似啊 走下坡路美矿欲下 然后呢 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 你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前两天说它是大老虎 今天又说它美矿欲下 哎 这两个怎么会矛盾呢 怎么会矛盾呢 一个大老虎 它美矿欲下 它走下坡路的时候 它还是个大老虎 它下下下 下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不行了 但是美国现在还行啊 明白吗 全世界和美国斗争呢 这个道路 还是挺久远的 这是一个吃酒战 但是快了 我们现在看到曙光 世界人民越团结 美国完蛋的越快 要不团结的话 就比较难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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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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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